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看到你这个怯生生的样子 我心里就开心了 为什么 你不会干出让我很尴尬的事情来 绝对不会 来来来 开始吧 pacif唱福羽的韩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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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刚走到四分之一吧 就被划过来了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 你对我们不是不喜欢 是有点厌恶吗 不是吧 就想跟你说三个字 算厉害 你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我是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注重穿衣风格的一个人 哦 我那么远的距离 是没有办法看清你们的 但是我会看衣服 听懂了吧 你们长什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的衣服 衣服 关键词 我就想让你评价一下 24号走路的样子 24号走路很可爱 很可爱 非常可爱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萌萌哒 来 看第一条片子 2008年的时候呢 初中刚毕业吧 就拿了一千块跑到广州来 当时选择不读书的时候 我老妈问了我一句话 你不读书你能干嘛 我告诉她 不读书以后 让大学生给我打工 我叫国东启 今年27岁 我一半的时间是生活在广州 另外一半的时间 我是生活在欧洲 现在主要是做一些护肤的产品 有三个工厂和五个销售的公司 跟日本 韩国 欧洲 澳洲 都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 我平时的兴趣爱好 基本上是在研究一些时尚品 一些奢侈品 最爱的就是买包 衣服 鞋子 我基本上出差的时候 都会在选择衣服上很困难 出差五天 我可能拿了十件西装 那比大多数的女生 可能在穿着打扮上 花费要更高 我自己的朋友也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除了宅在家里 就是在工作 如果真的有很充足的时间 在家里休息的话 我基本上一睡二十个小时 我觉得我做生意有一个原则 就是喝酒要做的生意 我是不做的 因为我觉得喝酒做的生意 都不够理性 应酬起来非常浪费时间 6号 刚刚VCR里面 你不是喜欢那个穿衣打扮啊 对 女生跟男生 你觉得两个人买衣服 是谁的多一点呢 我觉得可以一样多 要是我的话 可能我会觉得女生 相对衣服首饰之类多一点的 要正常一些 因为基本上买的都是品牌的衣服 品牌是每一年的每一个季 它出的衣服都很固定 如果你能穿 你觉得喜欢 基本上你买的都是哪些 基本上男生和女生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 9号 我跟你也是一样 有选择困难症 然后对于那个时尚牌子 什么的也有研究 那我想问你 最新的那个他们所说的睡衣款 你怎么看 这种 这是很难驾驭的一种时尚 当然我个人是没有去尝试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气质不够 就是你接受不了吗 对我认为 不是 很多人穿了会很好看 但是他一定要有气质 如果没有气质这件衣服 就是一件睡衣 你觉得我穿好看吗 要穿上才知道 哇 你们两个这个聊天 会过滤掉很多人 我就听不懂 我就被过滤掉了 他们在讨论非常高级 今年的当季款的什么东西 那像你听不懂也正常 是的 是的 来 选第一个中选群女生 来 我们看他的第一个 中选群女生是谁 初安琪 来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网向 我们推荐的 大家好 我叫卓东喜 来自广州 我估计有好多女嘉宾 顶着看你穿什么衣服呢 从鞋看到头 陈杰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蛮喜欢会穿着打扮 很好看的男生 然后他出来了 我希望 没关系 我还可以再努力 你把背挺直了 7号 就是您刚刚在和9号交谈的时候 我设想了一个画面 如果你们两个成为了男女朋友 然后你们晚上参加一个什么宴会啊 对 你们会不会必须得很早很早起来 凌晨3点起床 对 然后选完之后又去跑到镜子旁边 挤来挤去我要照一下 人家有两块镜子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我是一个这样 我出席一个场合的时候 会为这一个场合去重新购买衣服 对 所以就避免了去思考 在衣柜里找衣服这个时间 对 就是我去天津是开这个车 如果我去河北的话 我新买一辆车开这个车 根据今天天气的颜色 选择车的颜色 4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对奢侈品有追求吗 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他买的东西 应该就会直接选择奢侈品 因为它会避免你很多错误的选择 但是我想从重点说的一点 就是能撑起衣服的是 你个人的气质跟气场 而不是衣服价值多少钱 不好意思 是这样 我觉得我完全认同您的说法 但是我们在买一件便宜的衣服 它出质量问题的 或者是在各种场合 给你出售的几率会更高 那我避免这种选择 所以我就会选择奢侈品 10号 男嘉宾 就是你这么就是追求穿着打扮 是不是就是说 自己有一些不自信啊 或者是说在掩盖着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因为选择这个 会让我更放心 而且我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就是因为简单快捷 好 谢谢 22号 你看我们24个女嘉宾出来 你是看到她的衣着打扮 而并不是说像其他的男嘉宾 会看这个人的容貌呀 或者是身材比例 就这些东西 那我会担心你会不会 选女朋友也会选衣服一样 这样把人就选掉了 或者你女朋友哪天突然间穿的 那个衣服满足不了你的审美观点 你会不会就把它换掉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这样我问的直接一点 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女嘉宾 穿衣服显得比较low 不管是便宜还是搭配的不好看 还是怎么样 而否定了她 说这个人我肯定不会爱 从第一直觉上我可能会的 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嘛 所以其实第一感官很重要 就是这个第一印象 我是一个对穿衣相对来讲 有一点点要求 小要求的人 所以我可能会优先看这个 但是如果接触 我还更愿意了解她的性格 9号 你对女朋友的穿着要求吗 就是女朋友要穿品牌啊 或者是像你一样 比较关注时尚啊什么的吗 我觉得时尚一定要懂 但是我可能觉得 所有的女嘉宾实在抱歉 因为可能我给你们 造成了一个印象 就是我是一个追求奢侈品 很疯狂追求奢侈品的人 但事实上来讲 我要强调的是 我觉得那个穿衣的搭配 比你穿多贵的衣服更重要 我选择奢侈品的原因 是因为简单快捷 这些都是身外物 当你经济能力 允许去用这些的时候 那么你就用 如果你都已经吃不上饭了 你还在追求去买个LV 我觉得那也太夸张了 我一直在静静地 听你们讨论这个话题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 男嘉宾到这个舞台上 我本来放两条片子 我是来相亲的 一定要表现出我最好 我最愿意给你们看到的那些东西 那么两条片子里边 选择把哪些东西给人看 并且愿意和人讨论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还想再讨论时尚品牌的话题吗 我不想了 完全不想 19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能不能展向我们姐妹们 就是表达一下你其他 比如说兴趣爱好啊 其他的就除了物质上的 或者是你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 可以吗 如果说另外一面的我的话 就基本上是比较宅的 然后我一休息 我片子说了睡20个小时 我在家其实也很邋遢的 然后那个家里也都是 就是如果没人来打扫 我基本上也不会打扫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 个人生活规划非常差的一个人 对 好 好 谢谢 来 选第二个 来 看大屏 9号 除了刚才谈的穿着以外 那么其实我还有一点 对于手表 你戴什么手表啊 我戴的是AP的 AP的 哪一款 香木 香木的 对 好厉害啊 来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第一段感情呢 我们从小就认识 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 一起读过了教学 初中 高中 有情感意识的时候吧 就发现互相是喜欢对方 但是我不知道 他在秘密地准备出国 等我知道的时候就只收到一封信 他就已经走了 很多事情两个人都要一起共同去面对 但是他偏偏选择一个人面对 我没有想过去找他 因为我觉得他愿意放弃 他就会走 他走了我就不会追 我的第二段感情经历是工作的时候 在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 他的家里条件特别好 所以家里不太同意我们在一起 希望我到他家的公司去工作 我完全不能接受 拒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让我很没有自尊 经过这段感情以后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一定要门当户对 我理想中的女生一定要有赚钱的能力 但是他不一定去工作 可以共同投资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不能一起来经营一件事 我刚刚注意到他短片中说到一个女生走了之后 你就不会追 有时候我可能会任性走掉 但是其实我还是爱着他的 我还是希望他能执着地追过来 但是他如果中途放弃的话 那我就会否定可能他对我没有那么爱 然后我就也走也就走了 这样的话大家就相当于是错过了一段缘分 出国呀 他的那个前女友是出国 我觉得通过他的经济能力 他也可以出国 我那个时候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家境条件是非常差的 因为我来自农村的 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去追求这个 所以我就会愿意放他走 因为去让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就行了 好 16号 其实我觉得两点啊 第一点我觉得男嘉宾其实不是很自信 因为他在说他是农村的时候 他有一点那个音好像压得很低 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自信的表现 你刚才说你两个人寄出以后 然后你会慢慢地去喜欢他的性格啊 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你到底是对什么样的性格的女生会比较喜欢呢 性格我觉得是一定要很大方 就是俗一点说就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我希望这个女生她是可以把家里的事都打理好 就是比如说家里这些日常啊 然后我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的这些安排 我都愿意听他的 你说的大方是落落大方的那意思 对 不是花钱大方是吧 对 花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计较 但我注意到小片里有一句话 我反而更看重后面那个 可以一起投资不能一起经营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自己有一套非常稳定的体系和思路 不允许别人干扰是吗 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女生她有创业的这种想法的情况下 那我会给她投资这样的创业 但是我不会参与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工作还是要独立的 啊 明白 9号 你说就是希望女孩子会挣钱 更可能是大家一投资某些项目是吧 对 那如果在你们投资当中 要是你们失败了 负资产了 那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奢侈钱都卖掉吗 放弃这个你的爱好吗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不至于 但是你们已经就是负资产了 你们一起共同进退 那这个女生应该会很能败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要求你的 会 会卖 一定会 最后一个问题 22号 我是在想 其实人生当中总会有大起大落 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当有一天 你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 然后你会不会因为觉得 你给不了你女朋友更好的生活 然后会逃跑 逃跑 我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做男人就要有承担 这是一个承担和责任 义务 因为他是你的另一半 你就要对他负责 好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3号 你现在要考虑的是需不需要用3号 替换掉台上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可以多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问3号为什么会留灯 好 其实我今天录制下来 我每一个男嘉宾 我没有说过一句话 就我回回举手 孟爷爷都好像看不见我一样 就全程无交流 我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这段话播出去了之后 我会不会下岗啊 你也不是这么说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以前的那一些形象 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很坏 但我都不是怼人的 我每一次举手 我都只是想要发表一些正面的观点 我尝试过去改变 包括我的样子 我说话的方式 不要哭 不要哭 我好不容易遇到 现在是第二次 两个我感兴趣的男生 我一次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我给你讲10分钟 把前面都补上 我就想要留灯 留到最后跟男嘉宾说 我前面没有机会跟你交流 但是最后我可以告诉你 我喜欢你 就是从你喜欢的那一个 你不会做饭 我会 你拉他 我会打倒 你要选择恐惧症 我没有 好 换还是不换 3号要不要替换到他们当中的一个 不换 不换 来 三个关键词 看两个女生的 江宝兹 男人与手表 2 我相望的生活 3 我的枕边 1 好 只有佩戴手表的男人才有机会 找朋友的男朋友 初安琪 1 设计师 世佳 2 小小发明家 3 跳舞达人 1 这是我做的设计 这样还有我平时的工作状态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同一个问题 理想的那个恋爱的状态呢 初安琪 就是我们能玩到一起 然后互相就是工作 比较忙碌的时候 能互相理解 但是就是从刚刚的了解中 因为我是一个希望生活 能丰富多彩的人 然后我希望对方也是这样子 一个有趣的人 当然男嘉宾不是说没有趣啊 他可能平时更注重于工作这样 但是我是一个就是享受生活的人 好 谢谢 大家可以有一定的 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不喜欢别人太管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自柔一点 好 好 理解 谢谢 郑宇 简单说啊 这两个如果你一定要挑一个的话 很显然是挑你左手边的张宝兹 相对来讲更适合你 初安琪已经把她态度表达得很明确了 而且她是个理工女 然后你们俩要是真的谈朋友的话 就是你也忙死 他也忙死 然后呢 你又不太会玩 好 好 来 做决定吧 你选初安琪 对 我们先看9号有没有留灯 来 再看初安琪 好遗憾 恕我直言是好事 是好事 这俩你牵着任何一个都不太好办 不一定开心 可能大家都发现了 我在她上台之后话非常少 我就一直在纠结想怎么说这个话 第一 我对她印象不差 但是呢 在展示除了衣服方面的内在的东西的时候 我想想要女生给你留下印象 更多其他层面的交流显得有点少 你想想你描述的什么 我有很多钱 我有很多公司 我有很多品牌的衣服 全是最时髦 最当季 最贵的 最省事的 剩下的睡觉 对吧 所以我在想 以后再会 当然你如果这些东西 能够吸引很多女生往你这边铺 你也要在里边鉴别一下 有没有人能够让你过上 除了物质之外 精神也有所满足 趣味也有所满足的那样生活 而绝不只是拥有了所有的名牌之后 就剩下睡觉 理解 好吗 谢谢 所以才能拥抱你的美 那个三号女嘉宾今天的行为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但是它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最后选择那个初安琪 是因为我觉得 首先她的气场 是我比较喜欢的 和我想要的那种 那个生活状态 是差不多的 我是不是说了好多话 但是呢 我又想特别 不要伤害到这个宝宝 她又没有什么恶意 对吧 她刚才潜到了 她自己挣了钱 你想想看 她确实看得出来 确实没念太多的书 但是我们想 那前面那个呢 清华的两个硕士 念了这么多书 又怎样呢 我们要读书 也要生活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想要征昆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 张开网百合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现场报名来到 《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海添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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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爱说实话 是不是跟你说互补的 男嘉宾说 觉得自己并不是 中年油腻男人 要么不是中年 还是不油腻 还不是男人 小张开网者 小龙芳儿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 中年油腻男人 你不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火冰凉了双目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没人要我 为什么 难道看不到我是快报 前后左右你们给我听好 年轻都会老真心最重要 你们翻我翻到风 正在努力看不见吗